很开心可以回到上海桌场 虽然就是自己可能在这里没有参加过比赛 或者没有试过车 但是确实可以桌场作战 是一种让我期待满满的 然后其次的话也是 可能这也是我两年在F1当中 一个小的遗憾 终于可以在24年去圆了这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在家乡作战 我觉得可能整个地势圈 你需要有很好的节奏感 还有无论是对于赛者和自己 有足够的信心 去把赛车推到极限 因为尤其是在初弯很多路间 非常容易犯错这条赛道 虽然自己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有就是看以往的比赛 包括也会累积到一些可能注意的事项吧 上个赛其实蛮多遗憾点的 因为收获虽然也是有很多的 但是首先就是赛季可能有几次 包括我们在赛车各方面都到位的时候 尤其在匈牙利吧 可能是我2023赛季最遗憾的一个周末 因为在比赛还没发出前就已经造出现了刹车故障 所以不能正常起跑 因为我觉得那一场比赛很有可能是成为我自己 可能从初赛季到现在为是最好的一个排名 头盔现在不能剧透但是已经设计好了 在12月份就已经设计好了 对我自己还是就是用自己的一些想法 因为没这样的头盔可能设计我会成太95%的主要 主题方面的一个策划 然后对就是希望这场比赛 不但是头盔各方面 然后也是可以给我带来好运